我們來看一下 它從一個L的高度落下 裝了彈簧開始壓縮彈簧 它現在已經知道壓縮彈簧壓縮了二十多塊四十多塊 這個物體的質量是四十塊也就是一年四公斤 那我先做一個單位轉換 因為我們在算的時候都是用公尺跟公斤來算 這是單位要做的單位 那我們去考慮一下起訴位置 它有什麼能量 位能 它只有位能嗎 起訴位置只有位能 所以就位能多到 假設我們碰到的距離是L的話 這邊是二分之L 高度是二分之L 所以這邊的位能 M G H 0.04 0.08 乘 H是多少 二分之L 我們要求是求L 對不對 碰到壓縮完了之後 是不是能量全部轉換成碰環位能 那碰環位能 那碰環位能多少 二分之一 K K是9.8 第二分之L是0.2 的平方 所以這兩個相等就可以了 我所有的能量轉換成碰環位能 對 所以等於 2分之9.8 等於0.04 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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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掉它 所以 L 等於是 公尺 10公尺 好 那其他問題是 那我在碰到之前 我在碰到之前 我的動能是多少 動能是速度嘛 是不是我們要知道嗎 那它落下的多少距離 是不是等於 因為它落下 本來是10公尺 減掉這個20公分 是不是現在這邊多少 9.8公尺 所以它所落下的距離是 mg h' mg l 減掉 不要打L 再除以2 對不對 L是10公尺 不要打L是20公分 因為它是30公尺 它是30公尺 它事實上 它的胃冷只有損失這麼多 不等於什麼 那是胃冷啊 那等於動能 那自己要感情常冷就好 對不對 好 那這邊等什麼 mg 這是9.8 除以2 對不對 這邊是什麼 2分之1 mv0 然後 mv0 然後 2分之1 1 2 g 也是9.8公尺 所以9.8公尺 所以b 那1公尺 9.8公尺 OK 好 所以 它這邊全部都是用 能量守門的概念去處理 它全部用 這個能量守門 動能轉換 未能 未能 未能轉換 大概是這樣 它再加上旁未能轉換 OK 好 這個 欸 我不知道 我剛剛弄的時候 好像一直都是在這種提醒上 一直打轉 還有很多提醒 但是 說真的 你 以前我當作的時候感覺上 就是好像 老師會提起說 每個提醒都要做一遍 每個提醒都要做一遍 可是實際上 真的 你大概盡量去理解它怎麼來的 這些事情 你不像中間夠提醒 就是重點是 還是在圓周的位置 好 那 我們這部分 我們就 我們現在講的 牽直面的圓周運動 我們之前討論的圓周運動 都沒有討論說 它在一個中一場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我們討論牽直面 就是說 這個圓周面在中一場影響之下 的一個牽直面 圓周運動 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 我如果是讓它這樣旋轉的時候 基本上你也知道 我可不可以拿水平 我可不可以拿 我這個 你看這旋轉的時候 這條繩子不是水平 這條繩子實際上是 這是少的話 是成這樣運動 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一個角度 這條繩子 為什麼會有一個角度 為什麼會有一個角度 變相 轉快一點 轉快一點 為什麼 這是利 利 這角度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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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算相親利 然後再去插標 我現在就給我算出來 踢 腳在下面是踢 我算出來 想打表 高手腳步得多少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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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踢 沒有踢表 你這高手腳步怎麼算 來算嗎 通常跟問題不是叫你真的要算出來 就是哥哥算法就好了 你這就是你的踢就刮錯了 沒有 這是誰的張力 T 然後G 反正 所以上一次要給踢就行了 OK 那T會是什麼 T是張力 T是張力 那張力在這邊代表什麼 誰跟誰的合力 水跟水啊 重力跟向心力很不一樣 這是向心力 對不對 這是 向心加速度 向心力是m r分之b的方 對不對 然後 應該是說 沒辦法這個意思 對這個意思 這就是g 所以當我知道這個加速度跟這個加速度之後 我去提tangin就可以了 tangin是啦 就是等於 向心差速度分之g 那當我速度越快的時候 這指越大 指越大的時候我的腳趾越小 指越大的時候我的腳趾越小 所以趨近水平 但不可能水平 好 所以一般來討論原則的動作 就講說假設是在水平桌面上 沒有摩擦力情況之在運動 譬如像這樣 這樣運動 所以我在這個摩擦力圍的情況下 我的手臂是被 我的地線已經是被 被那個桌子支撐以後做平衡掉 好 那如果一個情況下 是我這樣運動呢 有什麼感覺 它是等速度運動嗎 不是 它是等速度運動嗎 也不太像 也不太像等速度運動 那你看我如果速度慢一點 你看它垂下來 對不對 它轉不到頂 它掉下來 對 整體會 整體會軟掉 有沒有 我如果沒有到 轉快一點 我如果轉快一點的話 它就會掉下來 它就到這邊就掉下來 好 那這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一個 片影響 假設我在這個牽裡面的 遠度運動 哪邊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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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邊速度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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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力學的口紋來看的話 要怎麼做 胃能 胃能 他消耗了胃能 對不對 為什麼 讓這邊的速度為0 有沒有可能讓這邊的速度為0 在做圈子裡面的運動 速度為0 所以我應該有基本的速度 對不對 我應該有基本的速度 讓它不會掉下來 可以從這邊繞過去又一種 這速度會是多大 相信力大 OK 非常好 我這個 假設我這個速度會 這個速度 有些人就會問我是不是有相信力 對不對 但我的相信力是來自於 重力加速的時候 我恰巧可以過去 所以我利用加速度來當我的 相性加速度 這是我的張力 甚至的張力是0 這樣最好的時候 這樣最好的時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情況下 假設我需要它這個速度是0的時候 那我這邊的速度應該是多少 這個R分之B平衡 等於G 這個B 那是什麼 你要大概速度 啊 G啊 C啊 對不對 R分之B平衡是下心加速度 我讓這邊的下心加速度 恰巧是由重力加速度來生成 所以是 重力加速等於 重力加速度 對不起 在那兩倍 這是下心力等於我的 下心力等於剛好重力 這情況之下呢 這繩子沒有張力 好 我們現在認得時間之下 我給我舉個例子 這繩子 我這樣吊著 我這繩子張力點多少 MG對不對 好 我現在開始移動 在最下面那一點的時候 繩子張力是多少 最下面那一點的時候 繩子張力是多少 比較重一點點 比較重一點 比較重一點 會等什麼 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這樣你擺擺 看你做 你先算極限速度 這個也算 OK 我先算極限速度 極限速度分割 是不是可以從內部得到一個上心力 對不對 上心力是 二分之一 對不起 不是二分之一 R分之一 對不對 對不對 R分之一 三分之二 我的張力點 T 是不是等於 這個簡單講 T 減掉 MG 向下的重力 會等於我的 向力 對不對 所以我的T 是等於 R分之V平方 我的向力 加上MG 加上重力 這兩個向下 但是我到了最頂端的時候 假如我現在知道我的速度 那我一樣 T 減掉MG 假設有個狀況 你的T都是負的 所以 所以 它 會等我的向力壓入度 對 當我 這兩個向等的時候 我的T5點多少 對 對 在最高點的時候 我的那個張力是0 T5點 掉 欸 我看它寫對嗎 T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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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邊的 張力 你可以把它放得出來 這邊的張力 你們每個都會知道 任何個點上的張力 你們都會知道 那我先有興趣的是 最高點 最高點的張力是什麼 這最高點的張力是什麼 你就覺得 我的重力會 恰巧 我的張力底 所以會得到 速度要這麼大 我速度要這麼大,我才可以幫他 這邊剛好轉過去 我既然在外面速度這麼大,你喜歡在外面速度多少? 雙位的 雙位的,面的多少? 有阿 R有阿 2 2 MG 2R 加上 這個洞 G 等於 2分C M V 對 這是這邊的速度嗎? 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解開 是G 所以加起來就是 2分C M G 2分C M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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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 C C O C C 對,這有什麼好玩的 這有什麼好玩 假設你今天想要做一個雲霄飛車是很重要的 做一個雲霄飛車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但是你不希望太快 因為太快會有可能有肯定感來回到 可是你希望說這個雲霄飛車是這樣 過去 請問這高多少有沒有關係 這高度應該有多少 那萬一他那麼越高越好 可是他不小心把這個雲霄太大了 掉下來 請問這雲霄飛車過不去 那到底要多高 跟這個雲霄飛車有什麼關係 這雲霄飛車有什麼關係 這雲霄飛車有什麼關係 那 那 那 頂端速度是 GR 那 就是 那個 H 就是H 就是H 可是你要算他頂端 所以H 好 你去這個高度 ok 你的雲霄是哪個 小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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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H 乘上MG MG 等於 1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MG 等於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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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MG 1分之1 2分之1 就一個過去了 對 但是因為有摩擦阻力 摩擦係數 所以我通常要再加幾一點點 加1.3 1.3倍左右 我心裡好想 還有神 人沒想到 但是你這就是實際要設計啦 設計完之後你還是要試弄一次啊 你要試弄一次到那邊的那個張力 那個 下面力是多少 會不會有那種感覺會掉下來 可是如果你太高 上 下去的時候 你在這邊貼得非常近的時候 你反而也沒有那個恐懼感 是嗎 實際上你要讓這個人 在這邊盡量是失重的時候 他才有恐懼感 你懂我學 懂嗎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在這個 呃 這個要說 雲霄貝特的設計上 你要盡量讓這個人 在這點上幾乎快失重 他就會覺得害怕 可是 那個啊 現在 有差嗎 有差啊 快掉下去 最可怕的就失重的時候 你去上去 感覺上 你屁股沒有黏在座位上 你覺得整個人是 咬牌掉下去 那時候才可怕啊 你如果在 鑽頭這邊的時候 你這邊速度很大 你壓力很大 到這邊下去有點壓力 你沒有差別 真的嗎 好啦 感覺上沒那麼大差別 我沒有這種 你趕快去試一下 對 我們只有做大摩承 大摩承真的 我覺得那一傷害 要下來那一傷害 然後整個人就覺得 飄起來 沒有 我覺得不是飄起來 飄起來就覺得你有力量向上 你是覺得說 就是沒有一個依靠 沒有一個依靠 然後就很緊張 感覺到心臟快停了 四十多年來的 相伴的重力 第一次做過 這是千級面的一個運動 通常他肯定的問題是說 那我在這裡點上的 位很多少啦 我在這裡點上的動很多少啦 然後 我如果能力 動量不夠的時候 我壓力在哪邊落腳 還是落腳 就是 假設有 假設有這一點的速度 只有 二分之一 跟他有 一區啊 好 想要這個圓 會 為什麼繞 怎麼繞 等一下 看看 不對嗎 不對 假設我這一點的速度是 這一點的速度是 這一點的速度是 二跟號 需要 那我這個 圓周運動會變怎麼樣 這跟什麼需要 會掉下來 會掉下來 但是會在哪邊掉下來 會哪邊開始 從哪個點上 會從哪個點上 開始進行圓周運動 就是這個 這個張力 會 會小於 會小於 會張力 變成小於 呃 就是在這點上 剛好等於零 在過去這個張力 又小於 但小於 不考慮 不是沒有張力 而這張力又等於零 為什麼會在張力等於零 這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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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嗯 這也喔 好像也還好 反正就算什麼時候 輸入會 等於零 跟往去啊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輸那你跟他去嗎 好 跟他去啊 好 所以 那就是 他剪了一個 輸入G啊 的一個 能量 所以那就是 好 一個H 那個 把你幫我列車啊 呵呵 我看你怎麼有點事才 你上去啊 你上去啊 我來 謝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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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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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於二分之MG 2分之間比較好看 你看 2分之間mgr 因為它這有兩個mgr 在你身上它被剪掉 只剩下一個mgr的時候 它就會彩頭彈掉了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看 在這個點上的時候呢 它的重力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邊其實是它不用抵抗所有的那個 像你加速度 所以跟它的那個 是有點複雜 這個有點複雜 我們可以讓卡路跟這樣的題目 我們是不是可以算 以前我好像沒像那種複雜 但是應該是可以算的 所以這是你剛剛 我剛剛起碼了 我們知道能量手複嘛 我們可以說從這一點的動能來看的話 我們自己mgr 會等於某個點 假設在這個點上 假設在這個點上 它的 它的那個 張力會等於 0 0 好 那我們知道張力等於什麼 張力等於 張力減掉 或是我們張力 譬如這個重力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分力嘛 對不對 重力那邊有分力 所以 張力減掉這個分力 這分力等於 3c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mg 3c 不等於 m 好 我們是0 0 0 好 對不對 好 1來 2 3 3 4 5 3 4 4 5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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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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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這邊的動能知道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這個mgr 加上什麼 這邊的位能 這個位能是什麼 是不是mgr3c寶 對 這個高度 再加上什麼 我的動能 mv3方 在這裡 對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這邊 2分之1m b平方變成4g 對不起 沒有g 好 那我們把 這個該進來 是不是m 2分之1mgr3c 這是mgr3c 這是mgr3c mgr 這都mgr mgr 約了 2等於 1分之1 1分之1 1加上 3c 對不對 3c 2分 1 più 14 1 对吧 所以你把N都丢掉了 那个N就丢掉了 N就丢掉了 N就丢掉了 所以就可以算数了 所以也不会太难 我们再看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讲的是 卫星的脱离束敷能的部分 基本上讲过 那天讲过 我后来在想说到底要不该降 因为这部分有请到 只要我们用现在干年来 那个微积分 就是用到一点点积分的概念 可以再稍微复习一下微分吗 微分 你会觉得 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微分 因为我觉得 刚刚以前我们记起来 有讲说 你这个点上有个重力场 好 距离它一段距离 R的距离 这一点上的微能是多少 我们现在定义它 U等于负的R分之GM 那这个前提是 无限远处 U等于 好 这是前提上定义的 所以在R距离R处的时候 它的重力位能是更大 那你想这种排的 你应该是四个 蛤 什么 基本 基本 好 那我们先想一下微分 假设Y等于AX平方 加BX 加C 那Y的微分会什么 Y的微分就是 底Y 底X 会等于 2AX 加D 对不对 长度这样微分就不见了 对不对 那Y的DumplePlum T 1 1 X平方 会等于 2A 怎么会有的 会接触 2A 因为长度这样的 度不见 那同样的道理是 那积分是什么 加Lite 积分 加Lite 假设我现在有个方法 是这个 Y等 2A 2A 那积分 Y 比 X 看看什么 没有 没有 积分 这是这么多的积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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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就是说 我把Y 求出它面积 就是假设是一个包团式 那你想想看哦 我的Y 2A 2A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 那这对我假设是 比X 好 那我把 我要算它面积 A 会成什么 A G-A X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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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 好 那我到某个点 那X的时候 总面积就是什么 2A 就是 Y 积分 比Y DX 总面积嘛 总面积 总面积 总面积就是2A DX 2A X sorry 2AX 对 X 总面积就是2AX 对 这倒是妙论吗 对 但是我们因为每次维分 都会把一个长度项约掉 对不对 所以底部上 就这样有长度项 你一定要把长度项 那我们先不管它 因为长度项只是牵涉到它的偏底而已 好了 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 这边的积分哪里 2A 好 同样的 它D6 D6 D D DX DX 就说你是对X做积分 你积分要有积分的目标 好了 那假设这是我们新的Y 那我的积分 Y DX 会等你 那这个你要再做一个 Y X 我们现在是2AX 2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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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会什么 斜 斜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点上 假设是DX 好 假设我们现在有点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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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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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好 我要做總面積 我做一個感覺 是我們把這一段直到這一段去2 對不對 好 那我們x是多少 這點是多少 這點是多少 你假設這點x是多少 這點從2ax 對 所以總面積多大 2分1 x2 2ax2 2ax2 加ax0 對不對 這個意思是什麼 2x0 約分 就是把2乘下來 這個2乘下來 對不對 然後再回分一次呢 把這個1乘下來 這不見了 積分值反過來預算 一開始我要積分 所以我會 因為它是0次嘛 所以我只要一次而已 0次變一次 是不是要增加1 所以我現在會除以1 得到2ax 幾乘下來 這次要變兩次 最後要距離2 再變再多一次 所以2之後再多一次 就是這個概念 好 好 好,我們先聊到這邊,讓對照,來看這邊 我在補個點上,我之後所受的意思是什麼 在這點上所受的意思是什麼 重力場 對 我的質量是m 我的質量是m 小m 那我這邊的所受的重力是什麼 A0跟G A0跟G M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我移動了一個 DR的距離 表現什麼 我的能量是增加的 我的能量減少 應該是能量減少 對不對 能量是不是等於 這一個能量 這一個能量後面點前面的 對不對,是不是等於什麼 等於R前D 可以 R 平方 G M M 講到 R 平方 G M M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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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發展的程度想 這樣是好的話 我們是可以直接減來你們的F D R 對啊 對 那我想知道說 我從無限遠到這些點上 我是不是只要對它做積分就好 對 所以我只要積分 從 無限遠到R的位置 F D R就好 那F是什麼 RF是 R 平方之區 M M D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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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負二嘛 哦 對 那我從負二要變成負一嘛 基本是變成負一 那我要除上什麼 除上誰 我不是要除上負一 我是除上負一 所以這個結果實際上就等於好 R分Gm 我們基本的時候 我要從一次方變兩次方 所以我要除以二嘛 對 那我這邊是要從負二次方變成負一次方 我要除以負一嘛 這樣教練可以接受嗎 OK 所以 這就是基本 我們是積分出來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的位能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東西 是積分來的 那因為我們沒有學過 我只是簡單講一下 所以你知道這是其他有志的 假如你未來學到 我已經會學得更少了 人家全家看這段就會更清楚 那應該先記起來有關 就是這樣來的 好 這是我們的位能 那 講這個主要是講說 我們上次講過了嘛 我假設有個東西是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他能夠脫離那個星球的控制 我就讓他補充能量給他 讓他補充能量給他 讓他補充能量 我要補充能量 就讓補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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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考慮一下 假設 假設我現在有個地球 完全給人到衛星來到地球 那我的 人到衛星的距離是 距離地球的半徑是up 好 他再到地球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會有個狀況 是我們希望他 緩一段時間之後 他能夠到下個星球去探險 假設現在是火星 我會到 到 暮星到暮星到暮星到暮的星球去探險 我希望他給他一點能量 所以也就是我當這個衛星 這個太護船發射到這邊 看到火星走的時候呢 我要保留一點能量 我需要保留這個能量是多少 所以對這種的脫離冷或舒服呢 我需要知道說 我需要給他多少能量 他才能夠離開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他這邊動能量是多少 我如果知道動能量是多少 我要到無限遠處 對不對 無限遠處 是不是我只要補充一點能量 可以讓他 這邊有位能 這邊有位能 所以我的 我的無限遠處應該是 總能量等於 那我現在 無限遠處的地方 我現在已經只有動能 那我要希望他給他多少能量 看看他要在這邊來 所以不是要先讓他動能 他動能是多少 我只知道他的 我只知道他的大 m 我只知道他的小m 這是某星球 我現在的地圖 某星球 所以他的項心力 項心力 是不是要等於他兩個之間的動力 那項心力會等於他動力 所以我的重力是 r平方分之gm 那等我現在的相應力 r分之v平方 整個m 對吧 這個v我就可以求出來 那v平方等於什麼 r分之gm v平方有了 那我的動能是什麼 r分之mv平方 這等於什麼 r分之gm 這動能 對 那我在這個點上 位能是多少 是負的r分之gm 所以我現在的 我現在總能量是什麼 這是位能 加上動能 2r分之gm 這等於什麼 這等於什麼 負的r分之gm 負的2r分之gm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總能量這麼多 那這意思是什麼 我只要給他這個多能量 我就有可能到外面有出去 所以這就是我的束縛能 或脫力能 我的一個人造衛星 我在普通通話能量給他的脫力 就是這個能量 所以我們現在就假設太空站 太空站在地球上面繞 那太空站繞 那我們現在想說 我太空站想要去 假設有時候 希望太空站能去做一個別的旅行的話 我就再補充能量給他 然後要補充多少能量 給他去很遠遠的開空去旅行 就是普通這個能量 那當然你要建造我的 半徑 我只要補充的資料就可以了 他會分成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 為什麼覺得好像有點 怎麼了 下課 下課 差一分鐘 這部分還是要看幾個題目 你們去看幾個題目 然後有問題我們再繼續討論 那下禮拜要上那個 下禮拜接著講話就是那個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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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